音乐 So 上一次呢 讲述了关于我教学 跟一个国文老师的一些爱恨情仇师啦 那么那部影片的反应呢 是蛮不错的啦 然后就有蛮多人跟我说呢 想要看关于中学啦 没错 那今天呢 就来讲讲关于我中学生呀 跟训导处的一位 语团老师的爱恨情仇师啦 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 并且开启POMPEO的小铃铛 那我播影片的时候 你都会第一次收到 好了 我们正式开始看影片吧 那首先呢 这个训导处的女团呢 因为她们是两个女孩子嘛 所以呢 我们就称她们为 百度啦 没有错 就是一个新加坡的 二人女团 艺人啦 那我们称其中一位团员呢 叫做戴鼠 另外一位团员呢 叫做秀真啦 那这位秀真呢 是在我初一的时候就教导我啦 她教我弟弟 她在我初一的时候就认识我啦 然后戴鼠呢 是要差不多到我初二的时候我才认识她啦 因为一些事故呢 所以才认识她啦 OK 现在就已经把 我是讲认识这两位老师的事情给说出来了 那关于我跟这两位老师的一些事情啦 没错 这个事件的名称呢 就是头发事件啦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就是呢 从我中学开始呢 我的头发呢 就被抓了很多次了 不是因为不合格 还是起义发型等等之类的 而是因为我头发的颜色啦 我头发的颜色呢 都有被人家怀疑过 是不是有染过 因为脖头发有片 比较黄色这样子的概念 不是现在这个 这个分明就是染过的 以前在纯黑色的时候 就比较偏金黄色这样子啦 可是我在我学毕业之前呢 我都没有染过头发 一次过都没有 毕业之后呢 才有去染啦 然后我的周圈呢 是记忆比较严的一个学校 所以自然而然啊 他们就会看中这些发型啊等等之类的啦 那事件呢 就要回溯到我初二 也就是我十五岁的时候啦 我初中的时候呢 就是上课比较不认真啦 虽然说在我初学生间 好像都没有认识上课 那在当时上的课呢 没有错又是国文啦 我真的不明白我跟国文 为什么这么多事情啊 没有错那时候就在国文节的时候呢 我因为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然后又很险 我又没有人陪我讲话 于是呢 我就睡觉了 没有错我直接在课堂上 睡觉 然后那时候就要趴着睡嘛 因为那个老师也逐渐的放弃我了 他发现到我已经没有想过 要认识上他的课 所以他也没有当时他叫我的意思 他就一直放声我这样的概念 你知道吗 平时呢 就睡一整节之后就换节之后就没事了 但是偏偏呢 偏偏呢 当天呢 我们的副校长来询堂了啦 这里要跟你们科普一下这位副校长啦 其实我是有点忘记他是姓什么吧 我们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副校长就对啦 而这位副校长呢 平时呢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温柔啊 和哀可亲一个副校长来的 有意思我会这样讲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我们是蛮顽皮的那一群人类嘛 然后我们平时就要比各式各样的东西 像是我们会无缘无故跳起来要比 看谁可以不可以摸 那个板还是看谁可以摸的比较高 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在部门的外面呢 比看谁可以摸的那个板 然后呢 结果呢 就好时不时呢 那个副校长从那个部门出来了 刚下我们都以为 害辣了这人 这人真的是出哦 结果那里头那副校长不但没有骂我们 而且他还是讲我们 你们年轻很多力气哦 这样子来比 可是不要免得你们受伤 或者这个板丢下来 你们也是要负责的 所以他叫我们不要跳 如果说换做其他老师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就是他对着我们破口大嘛 可是这个副校长没有 他反而对我们和哀可亲 这样讲一个东西 然后不然就是我们在食堂遇到他的时候 他也就会跟我们讲 哇年轻人休息就要休息够一点 吃饭就要吃多一点啊 然后跟我们洗洗啊这样子的 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个副校长就对了 但是偏偏呢 那天呢 不知道发生什么 可能就是因为他熏堂发现我在睡觉了吧 所以他整个态度呢 360度 转到一整个比法拉利还快 你知道吗 就那时候呢 他在熏堂啦 发现了我在睡觉 然后那时候朋友也叫了我 我一睁开眼睛 看到他在那个床口那边 我就想 OK这人完蛋了 然后我就自己坐起来 然后通常这种时候呢 熏堂老师如果看到我们睡觉的同学 已被叫起来 通常就是没有事情了 但是那一天呢 那个副校长呢 就还是进来了 我帮把我叫了出去 我那时候就心想 哇 这事真的是完蛋了 因为是我在课堂上睡觉嘛 我没有任何人给编辑了 所以我就心想 啊应该就是这样子 然后又要被骂等等之类的 他叫了我出外面 我就站着了 可是那时候我出一半 因为才刚起床嘛 然后他就看着我 看了差不多30秒 他就跟我讲 你这个头发 合格妹 当时候的我呢 的头发不是这样子 而是把头发梳上来的啦 如果你没有看我以前影片 就知道我会把头发梳上来 而且我以前去学校的时候 会有 用法胶啊 然后就把头发 set起来就对了 然后当下我被问了 就是一脸懵逼 然后我 回答他 呃有 不合格妹 最好是因为这句话 触碰到他的句点 让他感觉以为我在跟他顶着 你知道吗 哇他当下就真的真的是愤怒 从他的pocket那边呢 拿着一支钢笔 我的头发是输 这一赛的嘛 如果我没记错 我应该是输这一赛 他就拿那个钢笔插在这边 拉去另外一赛 知道吗 真的是直接给我拉去另外一赛 哇当下我的 又是发胶又是阴影 他结果拉去我的头发 就这个 我的头就是这样子站着 然后头就被他抓去另外一赛 哇 当下的我直接 马上从我那个昏迷的状态 马上惊醒 知道吗 马上 直接马上清醒 他就这样 你这样子 算是合格妹 像有规定可以插发胶妹 我被用清醒了 过后我马上 我连思考都没有想 我直接讲 因为当下我看到很多学长 还有训导主任也是有插发胶 哇 直接问这句话 他直接 他直接没有流脸的 直接开掉我 你看到很多人这样做 人家做 这样的他们带电话 你觉得带电话就对咯 你觉得他们考试作弊 你觉得考试作弊就对咯 你先把我带我下去 没有一个真正的训导部门 可是因为我们学校很大 有些地方就离我们的训导部门很远 所以我们就会在某个地方设置一个container 就是会把几个训导的老师呢 放置在那个container那边 有一个小型的临时的训导部门在那边 他就是叫我去那个临时那个部门 因为也是比较靠近我的班 所以当下我就被叫下去了 当下我就这样被叫下来的时候 没错我就遇到我那个秀卓 就是处于叫我弟弟那个老师 那个秀卓就有问我 你是因为什么事情发抓下来 我讲哦 因为我的头发而被抓下来 他看了看我发型之后 他就也没有讲什么评 直到那个副校长走过来 他那时候他本来是这样很懒散的 这样就是这样站这样 这样等哦 然后一副校长一来的时候 哇 他瞬间马上双手放后面 挺直被站在那个副校长旁边 OK 那个副校长就就就来了 开始刚刚来龙去脉 说我在上课的时候睡觉了 发现他头发不过哥抓我下来 然后就把我刚刚顶撞他的这些事情 跟他讲 哇 那时候这个秀卓就讲了一句 真的是 到我现在都非常清楚 他讲哦 嗯 校长我懂 因为我初一教过他 他初一的发型不是这样 哇 你懂当下我的表情真的是这样吗 路要是错了 杀小 我当下真的是这样你的吗 知道你自己现在在讲什么吗 我心里真的是 当下真的这样想了 那个秀卓就开始在那边捉摸头发 因为那时候我查了蛮多的发胶 所以我头发蛮硬的 然后还这样弄弄弄 又没有办法真正的纠正我到底哪有错 我们有一个学生手册 就是学生不会放蓝条 我全部都在那边写了 可是他们有一个特点是说 学生不会使用发胶 然后我就一直用这个理由去跟两个老师 一个是那个秀卓 一个是那个副社长 你讨论了 我想学生手册 也没有讲我们学生不可以用发胶 这样为什么那个训导主任可以 之前在跟那个副社长 讨论那个训导主任他还是有插发胶 这样我讲 这样为什么那个训导主任可以 而我们学生不可以 学老师不是应该以身作折吗 哇 那时候就是我讲了这些狗屁话 就开始跟那个老师单挑了 然后之后讲了很多 然后他们两个人一直拿那个干笔 插我头发 转眼转去之类的 可是因为我头发也太硬了 之后呢 然后他们就叫我去清洗哦 哇 当下其实我真的是非常的愤怒 因为我 以前我蛮注重我的发型哦 我觉得我训练的很好看 然后他就叫我冲掉 因为他薄比他就是有来抓的 我薄比那我去冲哦 然后那之后呢 个人走了 然后我就去厕所 就开始洗手 然后就弄出来 然后我就弄很色色什么 然后之后呢 袋鼠就走过来了 没错 我跟你们说呢 以前在我初中的时候呢 袋鼠跟秀珍呢 简直就是训绕出的百度 你知道吗 你们懂百度是我吗 就是那个新加坡的 那个女团一人 哇 他们两个人真是新隐不离 两个人就很像 哇 打天价这样 你们知道吗 一进到训绕出 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了 哇 简直就是绝世无敌的 双人女主来的